吸气就是打哈欠,伸懒腰,闻香水,闻鲜花 记清楚了吗?就这四个状态 大家一起打哈欠,真的打,很累 来,打 往下走,伸懒腰,闻香水 大家有几个女孩子进来,擦的很好的香水,炸的香水 非常好,马上就想多闻 知道这一次了,就是闻香水,闻鲜花 深呼吸 我们的肺,平常的呼吸大概上下各动一公分 这是我们平常走路的时候,坐到那里 或者是我们睡觉的时候 当我们运动的时候,当我们歌唱的时候 上下各动三到五公分,可怕不可怕 上边膨胀五公分,下边可怕不可怕 我们的肺就比黄小阳的膨胀系数还高 可是我们平常的人只用到二分之一的肺 最多最多用到四分之三 剩下一半,就像我们淡水喝的淤泥一样 本来可以走船,现在人走都可以到这里 底下全是淤泥了,听得懂吗? 你们那肺的下半步我根本都没有 就像瓦斯同样,开始很浅,点不着火了 全是渣子,全是废气 听得懂吗?一定要清淤泥 今天跟着我这样学,长命百岁 我都觉得你们跟我学的男生女生都漂亮了 你们还觉得我在吓唬走 真的漂亮,林市长真的是漂亮 真的是,我是感觉,我没有碰到他 因为我跟他熟了才感觉他开玩笑 一般不熟了不能开玩笑 对不对?小王你自己觉得 你没感觉到,自己想自信了吗? 是个道理 像圆梦吗?想唱歌,被人扛到门外头 那个国乐团的和尚当算什么 对我来说也是业余嘛 他被你挡到外头去了 今天咱不去了,请咱还不去了 八台大叫不去了 你说我现在要当首席男女高音我才去 要有月薪的,知道吧? 没有独八万我不去 听得懂吗?不要被他们欺负 真的不要被他们欺负 声乐是实实在在的,来不到半点虚假 没有投机取消,听得懂吗?好 稀奇就是这四个状态 打哈欠伸染药,闻香嘴闻香蛙 记清楚 空中下,从这儿吸 理事长确定知道,从这儿吸吧? 一开始,我现在是谋财害命 从这儿吸 好,现在从这儿吸 第二期,第二期从这儿掌头 这样才开动 咬字三音,二咬字 从前地咬字 听得懂吧? 第一期,我要求大家三材管是朝前的 第二期,我要求大家三材管朝后的 后边先响 这个是反过来的 有一种往前回地球 对不对?往前上打 是不是?打打打打打打,两二再打 就是我们先朝后再朝前 记清楚了,这样 上面管不变,往头顶上唱 往天花板上唱,朝后唱 这一期会有很多难度的 今天就要教公主夜未免 高一到海西 三大南高一在唱的时候 他们唱到B 可是我们的帕拉罗比就这么傲慢 当他独立唱这个公主夜未免的时候 他就唱到海西 就那半个调 就让别人 就简直责责称习 你试试看 按他的调是G调 但啪拉罗比唱的时候 他用降低调 高处半个里就刚好到海西 我们试试看 方法这个多半个调 不是问题 听得懂吗? 唱歌的时候就是叹气 就是叹气 但是这个叹气不是喝醉酒 从这儿 不是吐酒 是从后背 台拳道 柔道树 有一刻叫过肩帅 后边有人搂着你的后腰 你要把它声音 从后边穿着 试试看 诶 诶 诶 这样诺去那些 一眼过去 一看不愿意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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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男女高音,我们的声乐家是攀岩队 从这里一直上来 不是邓山队的,他们从前山过来 记清楚了,一个前一个后,我们不走前面 学过气功的人,瑜伽的人 一定知道有个韧脉和督脉 韧脉是前面,督脉是从这后面 好,我们现在韧脉不参加任何歌唱的动作 包括息息,包括出声音 息息,韧脉,只提一个循环络员 从这里去 我们是从韧脉,我们的来处现是从韧脉到督脉 韧脉是按出的声音,一拍拍拍 听我这一声你没发现什么,小王才能知道 我的心里没有掉下来 知道吧,我第一面 这就掉下来,听到没有 永远是用茶盘给大家分享 是 在第一,看,在口概骨上面 在我的十足的前面 上面,听得懂吗 高音不要冒上去 高音是 在 大吹 一种头发开 最大的鲜 对了,在这两个 各种叫鲜鲜 鲜鲜 鲜鲜 是从不往挖紧人的鲜 这有两个,声音永远就在这里 不要超过啊 好,今天这一唱歌要求大家 把嘴长到后 好 5 unsere声音 这些那些 我的声音根本很合的 没有方向感 天下一 这样啊啊啊啊啊啊都一样大小 对不对 可是要这样啊啊啊 看后边没声音 你知道我的什么意思 因为我先走后边 就像我给大家说的 音叉 音叉的感觉 我再说一遍不要啰嗦 我每天都不这样说 音叉长后边 所以后边先想 把横着的经过烟壁变成上下 对不对 声带是平行的 气息是垂直的 把气息把声带吹响一共 枪管朝后它 再朝上和下 低音 音叉唱这首歌 看它有多低 不要练高它要练低 两点 拨摔 下边再点儿去 拨低了 对吧 别别 这种声音就不成立了 一定要 摸着胸是动,是颤抖的。 然后中医的时候 好几时,是高音声 现在这个整齐都是麻的 三个地方松的 要通怎么通 我们试着 心口味和肚脐有没通 肩胛骨和尾巴骨有没通 然后我们知道 豪眼腔 口眼腔 鼻眼腔和头腔 这样所有的地方有没通 在这个通的基础上 在 声音进出听了 无瓜子 远出听了 不苍白 就像冲击钻一样 就像一个冲击钻一样 像核弹 整个强度 整个移位平静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们现在开始咀嚼 把舌头卷起来 这里有两个筋 对不对 靠左手的筋 和靠右手的筋 右手的筋 叫金金 这边叫玉易 穷将玉易 你们叫液 我们实际上叫液体 不叫液体 就像我说 声音的传播最快的是什么 母体 第二呢 液体 第三 筋 不叫液体 不叫液 是液 这个 舌头卷上去 大家 有两个筋 左手这边的筋 叫玉易 右手这个筋 在这边这个筋 叫筋 筋银的筋 天筋的筋 就垂涎三尺 所以 我们为什么要一口条松 为什么叫你们下巴松 这个就是个源泉 为什么我唱歌 每次唱歌的时候 我会被唾液都呛了 而你们是火燎火燎的 嵌水 是不是道理 就是因为你们舌根太紧 你们的下巴太紧 把这个泉水液给抖掉 听得懂吗 就像眼 有的人是肝眼症 其实眼可以分泌很多液体 可以哭眼泪 对不对 结果肝眼症 它堵了 它茫茫会发炎了 听得懂吗 所以 一定要松 那个 所以两个小时 不用喝水 知道吗 我们可以制造眼液 听得懂吗 我就给大家一点点的讲 看我大家每天大同小异 实际上小异就是在这里 听得懂吗 好 我们现在开始教 好 这样上了 这固定的 这样吧 这是固定的 这是固定的 就像我琴姑再弹 所以身子动 琴不能动 这个地方不能动 看天花板就对了 好 舌头铁男子 就是为了制造 左边叫什么 玉仪 右边 金筋 天筋 叫金 金字的筋 金筋 这两个筋 这两个筋 韧带 舌头的韧带 口条就列这个 扁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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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的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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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扁的蒙的蒙的蒙上 扁的蒙的蒙上 要扁的蒙的蒙上 听得懂吗 嘴皮子嘴皮子 舌根 口条口条 好 卷上去 把舌头里边的液体把它强行扭在 卷下去 顺着这边 从旧尺到梅亚 一直到旧尺 四次 每次也要演唱以前 到KTV的时候 让大家点歌 让别人去点歌 让你丈母娘点歌 让你婆婆去点歌 让你的小白脸去点歌 你去才列这个 听到没有 等他们唱完三轮以后 下来就是我们家一个人唱 他们嗓子冒烟的 就等着要买单 是不是大理 反正包唱吧 几个小时也是唱 唱得不 唱不成了 着火了 听得懂吗 来 豆腐肉馅 上唇咬一咬 闭肚子 World 有些人的 牵量一下 退 好 现在 这个铺嘴 每个老师都在铺 上次看来运动也在 五分钟 练完了 那一位选择解散 练声是个正二八九 就像练武术的 先练基本功 马步 下腰 是不道理 要举十锁 现在就要学太拒拳了 现在开始 吸气 用完了 要控制气息 你记得 气板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的肺上部可以挪弄三到五公分 下部也可以挪三到五公分 是CM 不是MM 记清楚了 不是五毫米 是五公分 我们平常不会练声的人 只移动一公分 只用了二分之一的肺液 白白上一次有我们五个肺液 我们只用两个 那三个就送人家去了 不用 光络气短 脸红气短 往下走 不记得还是人家都买了 声音 一离开这牙 就开始上肌 这就叫我所说的这句话 关闭了再放大 放大再关闭 这样听不懂吗 一道呢 一从这个上肋出来 声音说你的上肋 一出来就上肋 朝上肺 就是变成了 放大 缩小 再放大 是 只说了 你看 我的五个就这么大声 你就知道我唱歌声的了 包括我的声带 谁给我的声音这么大 这就是基础声音 这就是二二四六八 你们是一三五七 我二二四六八 我是背处成的 听得懂吗 一定是 限制 拱脸 听得懂吗 不脆 这样 放下 地 水 石 fellas 谁会,谁会,全家会不,你会,来 我们解放厉害了,他也跟着混了一盘,你起来看了 我跟他妈妈商量好,孩子正在化,你生了13岁,我不让他唱,教他来就好了 这就叫内行老师,让他唱,他好服务董事长,他好我们理事长,把孩子长了,唱坏了 我跟他说13岁,女孩子是12到14,男孩子是13到15岁左右,男孩子患得晚一点 女孩子12到14,去换生期,要小心点,这个时候不要 为什么很多童心,长大没有了,就是因为正在长牙的时候 正在换牙的时候,让它很急不通,将来那个牙长得鼻口外面的 知道吗,大家正在长生袋,你让它去出袋子,出基地 到了18岁以后半完生,完了,生袋却掌出去 听得懂吗,记清楚了,这个声音 〈4〉 他 клиenter男子有親用сп üzer 有一大粒瑜 安慰 María Draähr Sia Villa 怪我叫 他叫叫 裏瞭 那就不全了 我現在不會 不是热臣都会 热臣都会 热臣都会 那你当什么夫人呢 不要碰 要控制她 这样也有什么好处 就是所有的气息生命大小 不是通过 知道吧 这就是我们的解启发 李大哥是开车的人 这就是开车的解启发 汽油车要想让它转速高 并不是叠嗓子 并不是忘了 章里面交起油 而是有一个解启发 跨游器 它越来越起来 这是我们的 阿布什拉麦 我抓到他们 你们都在笑 他们都在拉麦 在放 这是错误的 麦克风是神圣的 不能去玩的 丢来丢去 拖着蛮肠跑 这种雕通小技 不用玩 我还做了一个 礼拜二我绣了一下 他们就觉得很神奇 看